这次可算在集市上摆摊了 摆摊还挺忙的 但是也没耽误我们逛集市和买东西 来那么早是为了摆摊 带了好多东西 这都是要摆摊的 哎呦你看东四这么早 现在是几点 七点多都已经很多人了 早上起来好东西多呀 这个瓶子好看啊 这菱形呢 你看咱平时来的时候都没有什么东西了 现在是早上起来七点多 大部分摊位已经都摆上了 来的有点晚 看我这个地儿怎么样 大家一定很好奇 在京都的集市摆一个摊位需要多少钱 等会我告诉大家 有点大东西要是没这样摆的 这个地上 好呀 这个最好立起来 立在这东西 他们都说今天是京都最冷的一天了 我可能是因为太激动了 摆摊还是穿的多呀 我一点也不觉得冷 就这么说这边有点弱很难不懂 本日是没有 起来的时候 在城市没想到 六九年代 过来大本 嗯大本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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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lanie 谢谢 这个特别老 老的我是不要的 但是这个是很好的 在这后细的皮子 这个是老细子 亲戴的 这是我第一次摆摊 谢谢 您是微信上哪一位 我对不起 你刚刚好 刚刚好 你好 你好 还有很多人都破了 对很多 今天先来感受一下 主要我俩拿不了那么多东西 没有车 然后打车过来了 这一会工夫 我那摊卖上就少了好多酱 然后显得空了 我出去讨点货摆 我也有着想 我会想吃 这边有些人 没关系 我会想吃 有些人 从红尾 好想吃 我会想吃 我会想吃 最后 這是中國的品牌 很簡單就好 可以整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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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瞧我这生意还不错吧 早上起来一直在卖 我们国内过来旅游 我第一次摆摊 拍着玩给家里人分享 还没怎么美 那你帮他拿着 我帮他打开给你看看 这是望远镜 远处我就看到了 这是个望远镜 小时候我有绝对 但是没有这么精美 抱着小时候有过 但没那么精美 所以我们先来来坎坎 我来帮你拿 是这样 这样就可以了 是不是这么看 我也忘了怎么看 这边不是木镜吗 因为你应该学过了 这木镜啊 这是雾镜 雾镜不是弹起来的吗 之前折叠啊 他呢 现在说的比较像不像奶奶的老婆 大家还记得他们有一次跟我逛鸡 把头发烫了 没有没有 卷了 原来原来短 所以看不出来 好久不见你了 哎 哎这个真好看啊 你刚来啊 挺漂亮的啊 多杰刚才买的这个 你看这矿子 我就买了个矿 等于说 嗯 因为我看这画特漂亮啊 但他说这应该是印刷的 印刷的 看着真像画的 他说原作的话 就特别有名的人啊 就很贵 然后我想我就把买个这个矿 把咱们家的达武给箱进去 对 我本来想给咱们找一个作画矿的 后来想 还费半年劲 嗯 就现成了 还做得特别好 我咱们 我咱们先放一 哦 你买木板块 刚才你跟我说了哈 放这 ok 我放吧 来这 嗯 东姐 你看我刚才卖好多东西了 是 狗 哦 这老贩 真便宜 捡漏了 嗯 对 就是那推广拍画 这是剪头 哦 拿刀自己割 不如那个 光秀漆 这是明光秀 他漆子的 拿刀剪发不如去理发店 明是光秀的漆 对 是一个 一个历史人物 明是光秀那不是之前信传过去做的吗 对对对 那他 就是挑了一个 挑了一个历史人物 哦 那个出来出名 就是说你这自己割头吧 你不去这个开画 睡觉理发店 嗯 这是起码不做这个 人的车 真好 嗯 就拿苦人说事 对对对 挺有意思的 哎大家看到我的套 香起来挺好玩的 是是是是 就是这些东西 他就是一只板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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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无晨 现在是东斯波通烂培基市 今天 我在这个基市上摆摊 每周都会带大家逛逛集市 逛逛店铺 看看有趣的古物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请订阅 如果你希望购买 吉士淘刀的藏品 请给我们留言 这木盒和人偶的脸 在我这放了好几年了 我今天拿出来摆摊 放在朋友圈显摆一下 结果被一个朋友看上了 他在大阪给他发走 让多吉看摊 我出来逛逛 想淘点东西在 每个月第一个周日的 普通辣铁吉士的摊费越来越多了 像这个摊好像就以前没出现过 我第一次看到 这都没有过来 但它们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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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吗呢? 是新的吗? 是新的吗? 是古的 古的时候就有了 古董 是多少年纪的吗? 这一年纪的吗? 是大约的 是十年前的吗? 是明治 是明治吗? 是100年纪的 是年纪的 可以带着吗 我带着 我快带着 快带着我们玩去玩 还有付责 有付责 每周每月三次我带着 小学祖本 塑料的比较新了 这有点重 有点金属 校车 这里面还有小椅子 幼稚圆八十 就是 小扇子真可爱 买两个回去当书签 刀真好 刀真好 而且非常利 感觉这上的花纹像是 人的这个挺好的 这是做鱼的吧 做鱼的吗 那干嘛 就是去塞啊去脸啊什么 感觉像 但是我不知道啊不懂 鱼呢 鱼呢 什么样的刀 这是切开的 切开的刀 不是切开的 还是说就是切开什么的东西 不是切开的 不是用于说除刀的这种 这真挺好的 是城镇 其实也不贵 可以自己用 但你觉得是不是关于林挺好的 我感觉拆个快递也挺好的 那有点大拆小用 新的新的 这是个新东西 但是说吃两个好 这肯定是新的 现在反正说酱仁也在做 但是它就是好东西 价格不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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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特别好 酒骨烧是吧 酒骨装身 老的这有点老 这这里有一点颜色 我因为不喝茶 我对不是说有感觉 打一个 不好用 我觉得应该也不太好用 真懂 带有点酷 小酷 这是旅行便携的 对 这种快茶的我还是喜欢竹子的 有感觉 这个是什么呀 挂在墙上的插花器 这个壁器 就是挂在墙上的 还有字 稍等 这是香炉是吧 香炉 好漂亮 这好沉 这个很贵的 这很贵的 那盒子也有香炉很少 是啊 这个都很高 光亮了 这个是个神兽吗 对 神兽 它叫做狮香炉 它说它是个狮子 我这都现在都不太行了 十几年都不用 我这都日本国的先生 那是那个的 真好看 真的好看的 做了一个板凳 摆摊花了几千日元 卖了三万块钱的东西 当然都是甩货 没挣什么钱 但是很开心 吉时快结束的时候 收获了一个娃娃屋 店主正在给我打包 非常可爱 里面的小器皿 都是手工烧的 淘的 好精细啊 每一个都可以 都是淘起的 这就是木头的木屋 一层 紫水 哇 啊 嗯 大丈夫 大丈夫 把店主给我包的 Birds 不是扇子 扇子 有点沉 我是个娃娃屋爱好者 之前在欧洲逃过 很有意思的古董娃娃屋 给大家看一下 这次逃的这个杂货店的娃娃屋 也很喜欢 里边的小东西手工制作的 很精致 喜欢娃娃屋的朋友 推荐去位于神奈川县的 香根丁的香根娃娃屋美术馆 那里展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一百多个珍贵的娃娃屋 看网上介绍 美术馆里还有AR体验和咖啡厅 适合一家人出行旅游观光 我也计划去一次 感谢大家的收看 这次呢 从逛摊到百摊 实现了质的飞跃 非常开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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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